另外来看到是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乐观的预估 只要各国在年终达成疫苗接种率70%的目标 今年就有望可以摆脱疫情的严重阶段 未来只要学习跟病毒共存 不过谭德塞也强调 有鉴于Omicron高传染力 全球仍然是酝酿新变种的理想温床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世卫将新冠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也即将在1月底建满两年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乐观预测 只要各国在年终达成疫苗接种率70%的目标 病人都能得到适当治疗 并提升筛减跟基因地区能力 今年就有望摆脱疫情的严重阶段 不过谭德塞强调 有鉴于Omicron的高传染力 全球人士新变种的理想温床 不能掉以轻心 谭德塞认为 未来我们必须学习与病毒共存 但不代表我们得接受 每周将近5万个死亡案例 各国必须循序渐进 共同走出疫情大流行阶段 世卫欧洲区主任克鲁格也表示 虽然疫情的终结还言之过早 现在也不应该放松 但今年有望结束疫情的紧急状态 并把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疾病上 您又任编译